-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风云车谈 彭旭我这边想问的 到底现在消费者应该还都是价格取向 因为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在10月份的时候 Artist还卖了889台 那Honda Fit刚上市的蜜月期 它卖了是475台 之前在日本这个Fit是说 能够唯一击败Artist的日本车总 在价格上面的确是相当漂亮 其实Artist它这是改2.0 我们知道说它的顶级现在是739,000 那我们知道像影响所及 就是像比如说Focus的Powershift 它其实本来有一款是779,000 特别为了Artist又降了2万 而且还是一个有期限的降价 就是希望说在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 价格上面来讲不要形成一个太大的压力 那我们去看到现在画面上这个2.0Z 其实大概是它这次改款里面 所谓的配备变动最大的一款 最主要是因为原来Artist 其实在Z版上面都是以 所谓的视觉化的改装为主 那这次Artist其实它有做了一个 几个主要的更动 第一个就是说 它这个车子它在外观上面 加了空力套件之外呢 其实在内装的配备上面 其实也不太一样 比如说它的方向盘比较小 它其实跟原来的其他的 所谓1.8、2.0 其他车款的方向盘的 的那个盘径其实都小了一寸 那另外就是说 其实Toyota第一次在国产车上面 有所谓的Pedal Shift 就是说在方向盘上面的 所谓换挡的拨桿片 那这个换挡拨桿片 其实对于性能 就是说比如说 如果你是在开山路的时候 你需要锁定档位的时候 其实它是非常方便的 那这也是在Toyota的这个车子里面 第一次有出现 那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变化 那另外就是说 原来的Artist 1.8 Z 其实是没有天窗的 那我想他们经过一些调查之后 发现想要买Z 其实都是属于一些比较年轻的族群 他们对天窗的需求其实是蛮高的 所以他们在这次又调整了 在价钱没有太大的变动情况下 又把天窗装上去 而且动力还升到2.0 那这个就是Toyota所谓在商品企划 厉害的地方 还包含了这所谓的Smart Key 还有Push Star 其实我蛮喜欢这种中央扶手的设计 对其实我们带车上里面有一些小杂物 其实可以集中收纳的时候 其实车子里面的车室就可以比较容易整理 对车室的空间 另外就是它的置物空间 其实置物空间也相当的多 在车室上面有将近16种的一个置物空间 不过这次整个比如说你讲的说 方向盘的这个直径变小 其实也代表它的运动曲风了 运动曲风了 那实际上加了这些配备 其实它的价格是72万5 对 价格是72万5 其实最主要是 因为这一次Artist 2.0的这些车子 它除了动力提升之外 为什么价格还可以降下来 最主要其实是 他们把一个很主要 看不见的配备把它拿掉了 什么东西 就是所谓我们讲车身稳定系统 那车身稳定系统拿掉 其实对消费者来讲 他在选购的时候 其实比较不会形成所谓障碍 因为消费者其实总是会对一些 所谓安全性的配备 看不见用不到的配备 或者是万一有紧急情况 才用不到的配备 比较不是那么在意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是令人忧心 但是你问我要天窗 要什么东西的话 我里面也要ESP 要它的车身稳定系统 对但是消费者 如果我们对于 我们在汽车业界里面 从事那么久 我们觉得说这些安全配备很重要 但是对一般消费者来讲 他会觉得说 反正我开车也不是开很快 或者开车很小心之类的 大概都会用这种方式 去说服自己说 那个配备不是那么重要 我觉得这个东西 除了有赖所谓车厂 他们自己用比较所谓的 比较用前进的角度 比较科技先进的角度 去把这样的配备装上去之外 另外就是说 应该要用法令来规定 其实像欧盟跟美国 其实对于这样的配备 其实都已经有相关的法令推述了 所以说消费者的教育 就要靠我们的节目了 我们经常讲 我们节目在呼吁的就是安全摆第一 现在车子 你再不配安全气囊 再没有ABS 几乎就不要买保购车车 那这个动态稳定系统 我觉得这个如果加上去 那个绝对是保障消费者权益的一个观念 同时大家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构车的一个观念 不过这次再搭配了2.0升的这个引擎 这个引擎算是全新的一颗引擎吗 对这个引擎 其实我们知道 Toyota一直都会强调说 它所谓的VVTi 那VVTi就是它的可变气门的证实 但是过去我们熟悉的VVTi 其实只有在进气端 那这次呢2.0它是Duel VVTi 也就是说它在进气跟排气端 其实都有做所谓的气门证实调整的功能 那这个我们知道说气门证实调整 其实对于整个车子的动力输出上来讲 你就比较容易去兼具的 比如说低转速的时候跟高转速的时候 所需要不同的设定 那这主要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 OK 我这边还是在讲 跟彭旭在问的就是说 其实产品的价值还是在 是大家购买这个车子产品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算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对价格其实一定是 不管在景气好或景气不好 价格都是一个有效的可以运用的议题 那尤其在现在景气非常不好的情况下 大家都不太敢消费的时候 那如果价格设定的好 它就比较容易在市场上胜出 均匀讲老师就是景气不好呢 其实稍有个性的人 他可能就不会按照他的个性 去买他喜欢的车子了 他可能选择就是说 大家一般大家开起来就觉得不错的车子 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但是其实到了年底 其实在国内车市的产品 是相当多的变化 我觉得是相当精彩的 不妨大家在买车的时候 其实如果说抛掉这个价格的话 抛掉价格注意安全 这个我经常讲 抛掉价格注意安全 然后实际上按照你自己喜欢的一个操控的模式 去挑选一个适合你自己开的车子 其实在这个年底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很多的选择 会有很多的选择 不管你是人多人少 不管你是性能迷 不管你是想求这个舒适而已 不管你想求配备 其实很多很多的变化 欢迎大家多多去消费了 怎么我们也跟政府官员一样 鼓励大家去消费了 我有讲的实际把这个货务税 大家都能够减掉这个三万块钱 其实我觉得这个能够不要限制的那么多 其实这倒是最好的一个消费鼓励点的模式了 好了 我们介绍完第一台车子呢 是因为大家介绍的Artist之外呢 我们还要介绍一部